所以我希望蔡英文总统如果不支持台独 讲清楚之后请跟着我的方向 我大喊三声 我希望蔡英文总统你也大喊三声 中华民国外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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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仔细的听一听 这些发言大致都不脱是歧视性的发言 情绪性的发言 第一 你根本就不爱中华民 第二 你不要九二共四 我们国民党的立场非常清楚 在中华民国完整的国格宪政体制之下 发展两岸的交流 是九二共识 你一定要扣一个帽子 叫做我们认台湾 一国两制 第三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更讲不清楚 而且完全对不起 长期支持台湾独立的朋友 很多台独的朋友 把选票投给蔡英文总统 希望台湾独立 但是你完全可以失望 所以蔡英文总统必须有责任 告诉我们台湾同学 未来两千三百万民众 到底何去何去 韩国一立场非常清楚 我就是支持中华民国 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 捍卫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以及服务跟保护 两千三百万台同金马的同胞 生命财产 一清二楚 没有任何含糊空间 如果蔡英文总统支持台湾独立 也请大声地讲分 如果不支持台独 也请大声地讲分 这样子两千三百万人 在投票给你的时候 才知道 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所以我希望蔡英文总统 如果不支持台独 讲清楚之后 请跟着我的方向 我大喊三声 我希望蔡英文总统 你也大喊三声 中华民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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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过去这段时间 他跟他的政党 也对我很多的批评跟指教 不过仔细地听一听 这些发言 大致都不托是 歧视性的发言 情绪性的发言 或者挑剔社会对立 甚至于是没有根据的指控 有时候还无中生有 断章十一 那刚才他提了几个问题 比如说中华民国 我们现在不就是 正在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吗 我现在就是第十四任的总统 我们现在在选 第十五任的总统 另外 我们这满场不就是国旗吗 我已经担任总统三年多了 这个政府的运作 不就是跟着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在运作 那么去年韩国瑜先生当选了市长 不过才短短不到三个月 他就宣布要选总统 说要 来跟争取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 韩市长很多的政策的宣示 很多的许多人都在觉得说 还是有一些娱乐的效果 比如说前市长的时候 他说要在太平岛挖石油 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说要在花东盖一个 不限速的脚踏车高速公路 以及在台湾的高山上盖森棋台 他的承诺天马行空 当被问到说钱从哪里来 他常常说就从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里面来 但是他刚刚已经批评了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那我们把他进来所做的很多的政策的承诺 把他计算了一下 其实他的政策承诺 需要好几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钱 那我倒是要问说 如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是这么有用的话 你为什么不让你的 你要去试问一下国民党 为什么要背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国家的领导人